电话诈骗犯托马斯,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网,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,一名电话诈骗犯在行骗时,选了个最不正确的目标,他把电话打到了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,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·韦伯斯特加,当即被识破。 这名倒霉的诈骗犯,日前被判处71个月监禁,在刑期满后,将被驱逐出境。 诈骗犯名叫托马斯,今年29岁,来自雅买加。 他于2014年6月9日,第一次打电话到韦伯斯特加,说自己是超级彩票的负责人。 韦伯斯特中了1550万美元,和一辆2014款的美赛德斯宾市。 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·韦伯斯特,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网,托马斯不知道的是。 他选的诈骗物件,威廉·韦伯斯特,是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,还是美国总统卡特,和里根时期的中央情报局局长。 当然,骗局被一眼识破。 下年94岁的韦伯斯特12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, 在我看来,事情很不对劲。 这对我来说,简直是太明显的骗局了。 威廉·韦伯斯特夫妇,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网,韦伯斯特当时联络了联邦调查局,记录了他和骗子的后续对话。 托马斯称,他家必须支付5万美元,约和人民币33.77万元,作为奖品的税金。 当发现韦伯斯特家不愿意付钱时,托马斯变得十分不耐烦。 甚至开始威胁韦伯斯特夫妇,说自己一直在监视他们。 韦伯斯特的夫人琳达对记者表示, 骗子吓坏了我。 她说狙击手的子弹将瞄准我,把我打得鲜血直流。 联邦调查局,最终于2017年12月18日,在纽约肯尼迪机场国际机场逮捕了托马斯,并发现他是一名通缉犯。 琳达维伯斯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网,琳达说, 她和丈夫也接到过多起诈骗电话。 但托马斯让人印象深刻。 她只是众多诈骗者中的一个。 但是这位很讨厌。 也很可怕。 其他骗子发现我不耐烦时就会放弃。 但她十分执着。 琳达也呼吁其他人。 特别是老年人警惕电话诈骗。 每个老爷爷、老奶奶,都可能成为受害者。 如果我和我丈夫成为目标, 其他人也都有可能成为现在的受害者的。 美国警方当局表示, 这名诈骗犯,于2018年10月承认了自己的罪行。 上周,美国地方法院,判处其为期71个月监禁。 前期满后将被驱逐出境。 亲信国际王山宁。